第一個網頁 一進來的話 第一個網頁就是 CH-7-5-2這個網頁 那進來介面 我們第一個要知道 介面就長這樣子 介面 這邊等於是 三 可以給它四列 四列兩欄的資料 那這邊一個Test Box Test Box 一個Test Box 一個Button 一個Label 那名稱的話 我這邊是 把這個地方改 改成這個 Test Name 然後 Test Plus 那按登錄之後 如果說它是正確的密碼 我就做一件 這個點兩下 按登錄之後的話 那我就做什麼動作 去檢查 所以這邊的話 去檢查 檢查使用者的密碼 帳號密碼是否正確 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直接 這部分 是可惜 進行氏 這麼加熱 檢查 1 1 1 4 1 1 1 4 4 正确的话,那就会这个地方给它一个通行证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把这个两个里面的资料写到前面 并且再转换到那个 default 里面去 也就是说我要先给通行证再转换 你会想说如果今天我把它颠倒过来可不可以 特别之后不行,因为很多之前有同学就是想说反正顺序颠倒也没关系 结果不对,为什么?因为它已经 redirected,就是它转换过去了 那后面就不执行 所以如果你写在后面,写在前面的话,等于这前面两行就没有作用 那相对如果说它打错密码的话,那这边就会输出一个讯息给它 那执行的话就从这边执行 接下来呢,如果说它已经正确,对不对? 那正确之后呢,就会要转过去嘛 转过去之后呢,就会到 default 对, default 这个网页 那我怎么知道说到底它有没有通行证 去检查它到底有没有通行证,就必须在哪里呢? 在 default 这个网页里面吗? 不对,在哪里呢?在这个网页里面 VB 里面 因为它,程式载入的时候 网页载入的时候,我要去检查它到底有没有 section 如果有 section 的话呢 那我就可以让它继续执行 如果它没有 section 我变成要怎样? 把它再盘回去,前一个网页 确定说让它一定要输入 所以这边的话呢,我就直接开启